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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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大家好欢迎收看汽车 郭频道 今天那个 9月15号星期二 0104 1125 31 那一尾出三只 命中一支01 看一下这里 那我们就预测中一支01 那一尾部分 我有讲啊是 怎么由来 你们可以参考我那部影片 我有讲我31有可能 31一尾出现的就是 20跟30同时 一起来的情况下 我是这样一起看一下 格起都是有一尾 好 那实际上有推荐一尾就是 我竟然只有抓01 都把重心放在三尾去 可是三尾却没有出现 三尾是想说三 三期内都会出现 那只是这样抓 几率比较高的那种三尾 可是没想到是出现一尾的部分 好 OK 那我们看一下 9月16号星期三的 精彩539 还有什么数字啊 那我今天直接公布 自己抓这个数字啊 自己抓这个数字啊 那今天的部分数字啊 今天数字啊 是抓七尾啊 七尾是07跟37 四尾是24 二尾是32 以及那个8尾是28的部分 好 那我先讲一下 为什么抓07 七尾的部分 会抓两字 好首先我们看一下那个趋势图 好看这个趋势图 我铅笔是预估是 9月16号 我先把它填上去的 那我用铅笔的部分 先把它填上去 好我看一下 为什么会选07的数字 好近 近几期啊 你看 11的隔期都有开过07 11的隔期 有开出07 你看11 有没有可能07的出现 好这是我为什么抓7 我也抓07 以及那个37的部分啊 37的局势哦 好我们看这里哦 这也是隔两周没出现 25也出现哦 25也是属于有点偏人的数字 你看 一周两周三周四周 有四周没出现哦 你看25也出现哦 比较久的有点偏人的 你看都开始有出现 像19也是哦 那后来也是连续的哦 那我为什么会抓37 以及那个28 好这部分我先保留了 我先讲为什么抓7位 7位部分我是觉得 那个星期三啊 7位数字是比较高啊 好看应该趋势图 我是讲说11跟07嘛 好现在为什么还抓7位 抓37啊 我们看看周期表 好9月份哦 礼拜三哦 周期表 我们看礼拜二跟礼拜四哦 就是开7位的数字 你看加达在7位哦 你看 礼拜二跟礼拜四哦 都7位的数字哦 你看7位数字都很高哦 你看7位的数字 好有时候会这样夹急的情况下哦 好 所以留意一下 我觉得7位的几率颇高的啊 有时候会这样斜斜边这样子 好这种形式 有时候可以留意一下哦 现在抓7位啊 你看 星期三的部分哦 好 以这一周来讲啊 礼拜三情况下 你看他说 9位哦 你看9位 礼拜三都出现9位 居多 29跟3就有29 那也是有4位的情况下哦 那4位我今天又一估是一个24啊 我是抓24的部分 好 那7位部分 我是在另外抓个37哦 好 ok 那今天的部分啊 你看我也是有放24哦 4位部分哦 我用铅笔先把列在框框格里头 那三二我讲述一下为什么三二 三二我是算这个区隔 你看他每隔八起哦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三二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有没有可能三二 好 我是用这个隔数去算 因为刚好30313这样开的方式 很明显刚好三二也是这一个这一个的位置哦 好 这是我看的部分 那28 跟37啊 都是隔两周 已经隔两周 那27的情况下开出 跟30啊 你看27跟30夹几的话是有没有可能38 这样夹几的图形的话 好 所以我才这样推荐 28的数字以及24哦 因为25卡在这边 24有没有可能在这里 24或26绝都有可能 那 我今天我所以才只有抓五支数字给大家做参考 所以今天就针对这五支数字啊 提供给大家做参考 07 37 24 32 及28 这五支数字啊 好 那今天就介绍到这边 那这只提供给大家做参考 OK好 那也谢谢大家收看 也支持哦 拜拜 晚安 8ivo 9 9 10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